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 我是戴班主持人矢板明傅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总体经济学家 吴家龙老师 矢板兄 彭教大哥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彭教大哥 大家好 吴老师 我们现在中共马上就要召开 三中全会了 这个本来应该是去年召开的 拖了一年 那么这一年 三中全会为什么会拖一年 理由不知道 但是说中国现在不管是经济上面很惨 那么人事也是很乱 前不久农业部长也被抓了 那么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 农业部长 这基本上属于最重要的三个部 那么人事上有人传说 可能彭丽媛会不会进入政治局等等 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 全世界最关心的是 三中全会是定政策的 会不会能定出一些解救中国的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还有救吗 你把三中全会的三个重点都讲了 我先讲一下 第一个三中全会传统上 在一中二中完了之后的三中 是来谈经济议题 就是国家方向 治理国家的方向 所以经济议题是主要内容 那么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么在七八年的年底 那个时候邓小平定下改革开放路线 就那个时候 所以理论上 它的核心议题是经济方面 第二点人事 那么人事的变动 你刚才已经提到一些 那么这一次大概要把习家军 彻底建立起来 反正就是党内不是习派的 大概都要清洗掉 最后一个重点 一话题就是彭丽媛 就是据说三中全会会拖了这么久 就是彭丽媛的部分没搞定 就是要把彭丽媛放进政治局 因为政治局理论上是25个人 现在24个 差一个 而且规定要有至少女性名额就差一个 其实就是彭丽媛 彭丽媛大概被 就是可能有被人家挡下来 可是最近放的消息是说 彭丽媛早就在军方里面有位置 而且整个都他介入军权 大概已经有七年了 所以综合来看 回到最原本的就是 有关经济议题是这样 习近平知道 他自己没有经济团队 他自己也没有经济政策或主张 他现在在经济路线上 最大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的 即将看到的 就是回到毛泽东路线 回到当初毛泽东 所推动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方向 就是等于是把改革开放不但暂停 不但停止 而且还要把改革开放算是拿掉 什么意思呢 因为改革开放里面的重点 不是改革 其实是开放 那开放成功了以后 他现在收缩 所以将来会造成很大的 这个所谓开倒车 那改革的话 我在纽约的时候 跟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接触的时候 他们当时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不 80年代后期的时候 他跟我们解释 什么叫改革开放 他那个时候 因为讲的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就是 革第一次革命的命 他这样来形容 然后开放 他说开放难道是对苏联东欧开放吗 不是 是对美国开放 对资本主义开放 那这什么意思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教育都是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共产党就跟资本主义对着干的 结果现在他们说 最后结论 什么叫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 率领中国人民 小步快跑 前进资本主义 这叫改革开放 对他们来讲 这是很大的历史反讽 讽刺 现在他 习近平的路线 是越来越往 毛泽东的思维 那个方向 去前进 等于是说 他在 董小平的命 毛泽东路线有各种各样的评价 但是有一点公认的事实就是 在毛泽东营造下 中国的经济 比崩溃的边缘 像以习近平这些 这个年纪的人 都是经历者 难道您觉得他有自信 觉得毛泽东没有搞好的事情 自己能搞好吗 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是不得已 为什么 因为所谓社会主义在某一种情况下 还是可以运作或者不得不推出来 就是经济崩坏的情况下 大家吃大锅饭 那种情况 经济 糟糕了 大家只好合着吃大锅饭 就是有饭大家吃 而不是大家有饭吃 我们讲的是大家有饭吃 有人吃的好吃的 有人吃的少 不一定 他们现在是 有饭大家吃 大锅饭 所以经济不好的时候 只好凑合凑合 所以那个时候 社会主义可能就会被 社会底层的人民接受了 所以你看到 当初毛泽东刚上来的时候 搞那个 因为当时连年战争 战争之后 中国经济早就崩坏了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有饭吃 不 有饭大家吃 吃大锅饭 那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就是社会主义变成说 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凑合凑合 所以 逼不得已 不得已的情况下 今天就是这三碗饭 我们有十个人 只好 有饭大家吃 是这样 凑合凑合 那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你提到毛泽东时代 的确 他搞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一个错误的经济理论 结果 意思就是马克思以来的 共产主义也好 社会主义也好 这个经济理论是错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扭曲了 诱因这个问题 共产主义里面 他拿掉产权 就是共产主义核心 就消灭私有制 拿掉产权以后 像现在所谓中国的 房地产的话 没有所有权 是使用权而已 他拿掉私有产权 接着他拿掉 智慧产权权这种东西 所以中国的经济 到一个程度以后 注定上不去 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建立 自主创新能力 这个是习近平在鼓吹的 中国接下来 要变成科技 从科技大国 变成科技强国 包括他原来推的 中国制造2025 现在就把它换成一个名称 叫做薪质生产力 其实他都是要从 纯粹的制造大国 世界工厂 他要变成经济强国 真的自己有自己的研发能力 这样 那问题是 他还是得强调两个字 控制 我们资本主义讲竞争 在哪里竞争 在市场竞争 用什么竞争 用创新来竞争 这是资本主义 那共产 社会主义强调什么 强调控制 用什么控制 用权力控制 然后养一大堆的 所谓军队警察 武警公安这些 就是维稳部队 然后不是市场竞争 而是社会监控 所以这是社会主义体系 这样子 所以他注定到最后 一定是垮在经济 经济 他扭曲了诱因 你没有个人自由 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然后你又管东管西 卡住很多人的脖子 所以到最后的话 就算是人才 也没办法工作下去 所以中国经济到现在 你看所有大型民营企业 全部都被修理 大型民营企业的话 都被党 被党当作是眼中钉 就是回到中国传统的 那个叫什么 市农工商 商在最后 社会地位最差 觉得你互可敌国 所以为什么对蚂蚁金服 要下手 因为蚂蚁金服搞的是金融业 它不是科技业 金融业的话 当然威胁到国有银行的生意 所以他对民营企业开始设防 最后他即使想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也没有用 所以他现在经济路线上 更多的社会主义 更多的毛泽东的思维 当然他没有全部转过去 他仍在改革开放的阵营里面 但是心里面向着毛泽东那个方向走 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准备进入战争的经济体制 就是如果要发动战争的话 他必须能够应对 所以他用那个极端风控来演练社会监控 演练这个战时体制 万一真的开战的话 那你内部要怎么来应对 包括物资的供应 交通运输通讯这些 所以看起来他现在要 把经济的灾难 归因给国务院李克强这边 那要现在李克强死了 要找李强吗 好像李强也没办法背这个锅 到最后可能就习近平要自己找个理由来解释 为什么经济搞不起来 所以经济方面的话 他如果回到改革开放也不行 他已经没有这个信用 他如果不搞改革开放 要搞社会主义吗 恐怕也不行 因为目前大概条件也 好像也还没有具备 然后最后很可能内部问题搞不定的话 只好对外 这个像要转移压力 这个不行 为什么 因为对外用兵的话是烧钱的 那他哪有钱烧 现在哪有那个钱烧 然后现在要发行长期国债 什么五十年还是一百年才还的 那简直就是不用还的 所以现在他其实非常伤脑筋 经济搞不起来 人事也没有用 因为就算你把习家军到处都派过去 也没有用 更何况他也没有人可以搞 精密的武器系统 他也没有自己人 你看那个火箭军 还有那个潜艇部队 他没有他自己的人去派过去 他只能用专业的 专业的那个人的话 可能不见得跟他是合拍的 人事上也很大问题 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都是 然后最后一个彭丽媛 彭丽媛要怎么安插 这是恐怕还是三中全会最大的看点 我们常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召开的 十一届七中全会就是把中国彻底走出文革 改革开放 然后否定个个人崇拜 那么我们今年的三中全会 可能全部倒回来 把门关上 然后不改革了 然后开始就个人崇拜的 全面开始个人崇拜 那文革 个人崇拜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把家人进入政治中枢 我想这个可能也有可能 那彭笑大哥是常年观察中国 从这个文革走向改革开放 一路走来 现在又把门关上重新倒回去 您觉得中国真的要回去吗 你刚才讲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应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就开始进入台湾的国防部的新战处 然后开始跟中国直接的这种 所谓的新战反统战的这种斗争 所以你刚才讲的十一届三中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什么 就是新时期的统一战线 新时期什么叫统一战线 就是把全国各种力量集合起来 然后集合起来干嘛 全心全意的搞 这个经济战线的改革开放 对不对 把经济搞上去 你看所有历次的三中全会 它都有很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有个响亮口号 第二个 大陆的人民习惯性的就是 会注意党中央给的政策是什么 给的路线是什么 你刚才讲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是很清楚 政策路线 然后大家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干劲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一次的二十大的三中全会 能够给人民什么希望 能够拿出怎么样的更好的口号 中国梦也梦醒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在大家都想说怎么样子 能够让我的房贷 能够复兴更重要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觉得 反而很值得观察 他到底要如何的来说好 所谓的现在的中国故事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现在 中国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 其实不是现在的产能过剩 中国搞一带一路 就是为了要 让它的过剩的产能 有个出路 我想这个吴教授 他是搞总体经济的 我们知道 人类史上最大的产能过剩 是在工业革命以后 因为工业革命 一下子让生产力大增 大增的结果 就是市场不足 那么为了要如何的来 面对产能过剩以后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 所以出现了资本主义 出现了殖民主义 出现了帝国主义 那么为什么要殖民主义 就是扩张它的市场 让工业革命以后 过剩的产能有出路 有新的出路 第二个 因为产能 增加了它的战争的动能 所以它在搞帝国主义 西方走过这个 所以对于中国 这个时期的产能过剩 坦白讲 看在西方眼里 是很敏感的 尤其你的一带一路 跟当年的 这个殖民主义 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扩张 有何不同 所以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是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 的扩张 但是这个幸亏现在美国也好 欧盟 大家都开始来注意这个事情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问题 第一个 本来它在发展的话 会面临到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现在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而是什么 中产阶级反评 这是它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这个中产阶级反评 是不是一部分 而是一片一片的 所以如何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说它可能需要 在政策上面如何的 可能又是什么维稳 什么的来那个 当然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 最重要的还是如何的 能够让他的政权 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的地位 能够稳住 因为现在这一切的 大家都会把矛头指向习近平 但是在中国的高压之下 人家不敢讲 但是习近平担心说 你看他在法国访问的时候 旁边有个轮椅在 这代表说习近平很可能是痛风 所以才需要有个轮椅在那边 对不对 你看有时候你看他走路 也是不太那个 对不对 当然痛风可能会跟他的肾功能 都会有影响 连带的也会影响到 他的心脏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使得习近平担心说 万一哪一天 他突然之间失能了 甚至于说失智了 那么他这个政权 哪一个是可靠的接班人 就至少这个人 不会反攻捣算 来亲我的底 最可靠是谁 他没有儿子 所以老婆还是最可靠的 所以就像毛泽东当年一样 为什么会让江青这样子 去胡作非为 其实毛泽东也有他个人的 一些的想法 因为他对中 他过去提拔过的一些老干部 他都很寒心 觉得说你们集体背叛我 背着我偷偷的开小会 他心里觉得很不自卫 你想要把我架空吗 我的人还没死呢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宁愿让他的枕边人 权力的畸形的扩张 那么现在习近平的问题也是一样 因为他在党内的 为了反贪 整肃 伤到很多既得利益者 这很多这些既得利益者 又是红二代 红三代 这些坦白讲 一旦习近平 如果他个人身体有问题 那么这些人不会放过他的 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所以刚才讲到说 三中全会 会不会让彭丽颜 能够浮出台面 我觉得这一点 值得大家要更注意观察 其实彭丽颜 怎么说呢 当然有人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习近平的治下 很多的党章的党内的惯例 都变成可能 那么也确实 确实我们现在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秦刚以上福 都是过去我们在中国 观察这个中国政治的时候 都是认为是跟习近平很近的 才得到破格的提拔 然后他们也倒下的时候 就会确实出现了 无人可用的状况 其实毛泽东文革 是会出现同样的状况 像把逃柱提拔起来 也是毛泽东提拔起来 用一用又把它干掉 最后弄半天 还是变成自己的家人 重用自己的家人 这种状况出现 那么另外一个台湾 这个中国的这个名词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 我过去碰到一个 中国的一个年迈的一个人 他说最佩服共产党 是因为共产党建国以后 不停的搞运动 不停的口号 提出口号 从来没有重名的 每个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然后呢 名字都不一样 我就想 包括经济方面口号 就是说我记得习近平政权刚出来的时候 提出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过不久提出个词叫新常态 然后还提出个叫内循环 双循环嘛 这个每次我们当记者都得解释半天 先弄明白怎么回事 然后呢最近不是有一个新制生产力吗 有人开玩笑说叫新制不全生产力吗 这个新制生产力到底在想说的什么 我们也不太知道 这个吴大哥您对中国这些新的口号 或者是这个 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关键就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中国碰到的经济上碰到的一个核心问题 大问题就在没有办法跨过去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一个现象已经像黄大哥刚才提到 叫做中产阶级返回贫穷状态 或者叫中产阶级的没落 这个事情的话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那么经济上来讲核心问题 其实共产党我不晓得他们意识到没有 可能只看数据上来讲叫做投资 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可是经济问题的核心的核心的核心是什么 就业机会 你有了就业机会以后 你就有地方政府的税收 你的银行金融部门可以活起来 你的整个经济的带动 其实关键在就业机会的创造 那么就业机会原来中国自己没办法创造 靠什么 靠外来投资 带进制造业 带进订单 带进资本技术等等 所以他们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两头在外 来料加工 就是欢迎制造业来中国设厂 从技术含量低的 组装开始 劳力密集产品开始 鞋子 衣服 玩具 到现在的话 经过重化工业 到现在一些科技业 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 整个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一直都是 从来都是如何创造就业机会 外来企业帮你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说它出口部门相关的就业人数 估计是1.8亿人到2亿人 14亿人里面大概有这么多人在出口部门就业 接的是外来订单 产品做的不是国内消费 是国外的消费 这是第一个阶段 接下来就是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从公路 铁路 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地下铁 然后机场 发电厂 码头 港口建设等等 这些基础建设 它现在产能过升 后来搞一带一路要输出 基础建设也带来就业机会 房地产也带来就业机会 然后国营企业固定设备投资 就业机会可能少一点 但是表面上 你如果只是去看GDP增长 你看不到背后的就业机会 那么就业机会的主要创造者是谁 中小企业 或者说就是民营企业 问题是让民营企业来承担经济的 主要的发展 这个东西对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来讲 不是味道 共产党最后 虽然是让民营企业起来 叫做救急 但是最后一定会把民营企业给收拾掉 因为这个挑战共产党的一个神圣的任务 叫做社会控制 所以他要把党组派到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要成立党组什么的 因为你民营企业在他的国营企业之外 然后他搞改革开放就是搞国退民进 民营企业要起来 可是到最后的话会危害到他自己所认为的社会控制 所以最后回过头来要开始打压民营企业 习近平做得更厉害 就打压民营企业 所以为什么中国经济 每一次起来以后就会下去 起来以后就会下去 构成我把它形容为大循环 就是一开始社会主义的政权 搞社会主义改造那个 最后搞到经济崩溃 经济崩溃以后就开始把市场经济找回来 改革开放 放权让利这样子 然后经济开始回来 经济一回来以后 那些搞社会主义的又出来了 又开始来收拾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改革开放放权让利 然后创造就业机会这一套又被开始收缩回来 你就看到大循环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直大循环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改革开放到一个高点以后 现在又开始走回社会主义路线 慢慢的 这一走的话大概又三十年 那对台湾来讲最敏感的直接感受的不是大陆的内需市场 而是什么红色供应链的崛起跟没落 红色供应链崛起的时候 台湾企业这边受到压抑 很多市场被红色供应链抢去 所以补充一下 马英九那个时候说 闭关锁国是不对的 他本来是针对陈水扁 说闭关锁国是不对的 这样讲理论上没有错 经济上你再怎么讲都要自由开放 所以闭关锁国确实不对 可是马英九时期台湾的大盘也没起来 大盘指数也没起来 经济也没起来 那为什么 因为红色供应链 因为台商去大陆投资 然后创造了红色供应链崛起的机会 他们就来观摩模仿复制台商 这些外来制造业的这些外资企业 他们去山寨 最后中国的自己的品牌就开始出来了 结果回过头来 先把外资在中国的市场替代掉 然后再来跑到海外去 把外资企业在海外市场也替代掉 电动车就是一个经典例子 电动车先把马斯克特斯拉的厂引进来 然后开始刮模学习 山寨改良 然后最后他中国自己的品牌 开始电动车卖到 不但在中国卖还卖到国外去 这一套叫做中国经济模式 或者叫进口替代模式 中共就一直玩到现在 然后现在问题是 现在我们不太好玩下去了 因为你冲撞到别人太厉害 现在大家开始设防线 所以电动车关税百分之百不够 就是意思说都不让你进来 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没办法再去消化 吸收中国的过剩产能 这会构成接下来几年的一个核心的经济话题 那么三中全会面对经济问题 你一开始问 有没有希望能够救了起来 答案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多重危机同时爆发实在是太难了 真的要把中国经济救起来太难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看说 习近平怎么样拉长时间 现在就是1900年的时候 那个庚子之乱 西方国家打到北京 持续太后为清朝续命了十年 最后1911年才结束 所以现在习近平做的事情 三中全会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为共产党看看能不能再续命个十年 共产党现在已经进入历史上的垃圾时间 在大陆叫垃圾时间了 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进入这个 中等收入陷阱跨不过去的根本原因 是没有建立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办法建立的原因 是因为它不具备创新所需要的条件 这个有机会等一下再来谈 那结果就变成说经济上跨不过去以后 就变成这个开始倒退 倒退了结果的话 你就看到一大堆的乱象 所以原来经济增长的时候 把很多问题盖住 现在经济增长没有了 很多问题就浮出来了 你对这个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讲到习近平最近 比较喜欢讲的什么薪质生产力 说不好经典 习近平是跟着我们在讲 为什么跟着我们在讲 这几天台湾的一些的AI供应链 大会师 这就是一个薪质生产力 这表示说真正的掌握了薪质生产力 真正的掌握了AI世代 台湾的未来很清楚 虽然我们不必开什么三中全会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个 在中国讲的话 变成说怎么样 很讽刺 为什么是很讽刺呢 因为它现在 正在加速的 跟这个现代的世界在脱钩 当然 这个 不管是 这个 半导体也好 或者说是 AI的 这个新的领域也好 它都已经跟这个世界的 新的发展 新的方向 在脱钩 所以 在这种状态之下 它又能怎么样子 靠它 自己 想要怎么样 来 实现所谓的中国制造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困难 可能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达到现在 世界这个水平 但等它达到的时候 世界又往前 不知道走了多久 最难的是什么 这关键的这个timing 它一旦没有跟上的话 它那个落后 是跟不上的 今天我们 不要说这个中国了 你看 这几天 台湾的这种状况 全世界半导体业 那么 大头几乎都来 那么 而且更难得的是 我们形成了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不是带领台湾 是带领世界的团队 各位注意到没有 韩国的三星 边缘化了 那么 石板很对不起 日本看不到 对不对 那不要说中国了 所以 在这种状态之下 真的这个世界 正在 一个新的变化 这个 这个趋势 你看 真的我们一枝独秀 当然 在这种状态之下 使得说 未来 第一个 台湾我们自己要知道说 我们到底有多重要 第二个 就是如何的 让我们的这样的 一个 所谓的新职产业的动能 能够真正的带领 或者推动 整个印太的 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但是 我们在这里看到说 你看 最近 拜登就讲 我们要有耐心的 等待中国 经济的衰败 能够一步更进一步 因为他现在 三中全会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能提出什么样的 要方 解方 对不对 因为 这几年来 全世界的 有名没名的经济学家 大家都 帮中国在汇整 看中国现在这个状况 有没有 可知借尽的 是日本的 三十年的 那个 失去了三十年吗 也未必 那种状况不一样 那么 中国的 一个 刘美的科学家 他说 这个 经济学家 他说这个 是 以前苏联的 模式 的影响 但是我看 也 也未必说 能够合乎这样的 一个状态 这个 病状 就像是 一个新的病毒一样 没有解药 而且问题是在于说 由于中国 它 汇集 记忆 在我们 真正一个 自由世界里面 各种的 这个 资料 各种统计 都是 客观 透明的 但中国却 上下互相瞒 然后 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没有 没有一个 整体的 可以找出 这个病 这个病况 然后来 对症下药 所以 这个 这就是中国 今天最大的 问题所在 因为 中国只看到说 集中力量 办大事 但是事实上 回顾中国 建国 七十几年来 只有 集中力量 办了很多 糗事 办了很多 坏事 那才更可怕 那才真的是 灾难之所在 中国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它经济明明不好 不许大家说不好 你要说不好的话 你这是 危言耸听 你是破坏 社会的安定团结 特别是 股票的分析师 股票的分析师 你一定有 看高 看空 但是说 所有的 在中国认为 是最不好的 是要谨慎的乐观 这仅仅的话 就不能买了 因为这 有个仅仅嘛 那你要说 这个股票会跌 或者大盘会跌 这个可能 第二天 你就失业了 吴大哥 您对 中国 包括股市 各方面的 有什么 前不久 中国的 做军演 赖清德 演讲之后 然后中国 进行了军演 进行军演 台湾股票 创个新高 可能不给他面子 那同一天 中国的股票 都跌了 我觉得这也很奇怪 基本面 所以就回到基本面 其实这样子 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尤其是习近平时代 就是他不想付代价 不想付什么代价呢 不想付全球化的代价 他加入全球化 他照理说就是 把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秩序里面 他照理说应该叫什么 遵守规则遵守协议 这八个字 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结果你看 他加入全球化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可是他现在不想付代价 不想去遵守规则 遵守协议 所以美国人就发现 这样不行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贸易战 然后贸易战还要误会 还要理解错误 什么意思 美国原来可以单纯的就事论说 我要处理的问题是贸易失衡 所以逆差国家要加关税 让别人的东西少卖进来 顺差国应该降关税 让别人的东西更好容易卖进来 消除贸易失衡 结果 习近平用民族主义来思考 用大国博弈的思维思考 好你对付我 我也对付你 结果中国也加关税 你中国加关税 人家东西卖不进来 那你贸易失衡怎么办 他没有去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 他没有 人家美国可以单纯说 我们去谈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再扯东扯西 可是问题是贸易失衡这个问题 中国没有任何对策 比如说以前我们贸易顺差的时候 美国来要我们台湾 或者韩国 日本都一样 以前我们用的工具是什么 汇率升值 要我们货币升值 结果这次没有 没有要人民币升值 为什么 因为中国号称 他研究了当年 日本被美国修理的经验 日本日元升值 所以后来泡沫化 然后后来美国出新招 关税 出了关税以后 共和党那边没有研究的对象 没有题材 因为上一次关税的问题 就是1930年代 经济大萧条那个年代 您这么说 我想起 我在北京当记者的时候 每年都有中美谈判 每次都是最重要的人民币的问题 好像最近没人提 对 这样提的都是关税 还有关税后面什么呢 禁运 黑名单 禁运 这个东西不能卖 那个东西不能卖 我们把它叫禁运 Embago禁运 技术禁运 现在变成怎样 中共想加入全球化 利用全球化 来给中国经济找到动能 可是他不想付代价 不想去 因为全球化而去 接受一些必要的限制 就是要守规则 要遵守协议 他不想 结果 引来 别人开始抵制他 开始排斥他 这样 他这种不想付代价 或者换一个说法 就是专做无本生意 这个跟他无产阶级起家有关系 他无产阶级本来就没有本钱 专做 整个脑筋里面都很清楚 到处想方设法 就是专做无本生意 现在专做无本生意 有一个新的方向 叫做什么 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不想付代价 得到你要的成果 对美国来讲 搞红色渗透 对台湾来讲 一样搞红色渗透 很多的亲中派等等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什么意思 他想从内部撕裂台湾以后 从内部来拿下台湾 他把它称为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用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 就把台湾拿下 这种概念一样 专做无本生意 不想付出应该付的代价 都是这样 所以我把它称为 就是土匪个性 土匪的话 他没有本生 他不做生意 他说你们做好的生意 有赚钱 拿过来保护费 就是收保护费 他这个是干这个起家的 所以他现在到全球化以后 横冲直撞 美国人说不行 不止美国人 其实所有国家都说 这样不行 所以为什么中国经济 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是因为 他是靠全球化 起来把中国经济跟国际经济挂钩 跟资本主义挂钩才起来的 才取得发展的动能 因为中国的劳力土地 找到就业机会 投入生产 投入使用 创造经济效益 所以你从这里基本的逻辑 思考出发 你知道一旦他这个路走不下去 一旦他没有办法 再享受全球化的好处的话 那他整个经济只有开始倒退 然后他不相信 他不信邪 他硬是要做 我专做五本生意 你要做五本生意 那最后没办法 因为一开始为什么行 因为人家说你很穷 我可以体谅 我可以放你一马 你现在变大咖了 你还这样玩 那不行 就是一个大人 整天蹲得很低 要买儿童票 要进场 就是有这种味道 所以我说他的经济问题 如果这个土匪个性不改 不想付代价 这种观念不改的话 他经济最后一定是完蛋 走不下去 没有机会了 空间已经用完了 相反的 如果他开始遵守规则 遵守协议 真的是真正融入 国际经济的话 中国以后还有发展空间 很大的空间 但是现在习近平这种土匪个性 用民族主义来包装 他的无产阶级 社会控制这样的政权理念 用民族主义来包装 所以我把它形容 第一个他专制主义 第二个民族主义 第三个扩张主义 这个叫什么 这叫军国主义 所以中国你看到 他走上了就是军国主义这条路 对 我觉得现在中国重视 中华民族 强求中国古典文化 讲的怎么样 其实中国的古典文化 中国就缺契约精神 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不爽 现在全世界都 他没有契约精神 我想到中国三国演义 那个诸葛亮 整个一大片子 他什么草船借鉴 什么借东风 包括借荆州该还的就是不还 想尽各方面拖延 空城纪他一直在骗人 但是还把他当作军神 大家给他鼓掌 这就没有 我想西方的歧视精神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这绝对是属于人渣型的人 但是在中国被捧为神 我估计习近平 他们从小读完这书以后 能骗就骗 答应的事我就不做 不守协议 对 不守协议 那个借荆州也是 说好到时候 你还给他就是死活就不还 彭乔大哥 所以失败刚才讲的很有意思 中国现在奉行的是什么 叫孙子兵法 叫三十六计 你看了 这个孙子兵法 所以你看他经常很多的措辞 包括说经济上的一些措辞 都是什么战线 怎么样 然后这个三十六计 是中国人从来不觉得 三十六计有什么错 反而觉得你这个人 很有计策 表示你是很有智慧 所以你说诸葛亮是人渣 这是你们这个日本看法 对 中华民族的伟大看法 诸葛亮是天下第一 有智慧的人 但是换说话来 这就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 这个因为我过去 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受过一些教育 就是最传统的中国古典教育 什么诸子百家 什么东西 中国有一套叫什么 修其自平 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 换言之 中国人自古以来 自成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或者叫天下 他就认为说 我就是天下 这个普天之下 莫非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城 天下是我的 他今天是不得已 在西方船间泡利之下 所以才打开一个国门 换言之就是说 我让你进入我的天下 但是为什么中国 这个所谓百年国词里面 有时候我们用现代眼光看 这没什么问题 不叫你开放通商吗 通商应该是互利 怎么为了这个通商 你觉得这么痛苦 对不对 然后 现在中国吃到 虽然吃到甜头了 进入WTO以后 他真的发了大财 但问题就在于说 当他一发财以后 他就忘记了 他以前吃几碗饭的 他就想到说 我的天下 我不能按照你的规则 我才是这个世界霸主 你美国才做了一百年 我中国做了一两千年了 对不对 他又 尾巴又翘起来了 又希望说 你们这个世界 应该要融入我这个天下来 天下为公 天下大同 世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你看看 这个 你能说他错吗 他多么的心胸 对不对 按照他的这样的想法 但是今天这个就是 中国最大的障碍 他不认为他错 他现在 他对待国际贸易 仍然还是脱不了 那个朝贡体系 他一直把跟中国贸易 当作一种施舍 当作一种 对你的一个赏赐 所以他没事 一下断你这个 一下断你那个 对不对 你不称臣 不磕头 那你就别想给我做生意了 所以当他是这种观念的时候 他怎么样子 能够站在一个 所谓的 fair track 公平贸易 这叫公平 fair fair是什么 互惠 这是 自由贸易的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fair 公平的 最终没有什么叫公平 我赚钱就公平了 我有什么方法赚钱 你管我 我政府补贴 这是我的 主权啊 对不对 我的内政啊 干你什么事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中国的很多官员 包括说 很多中国的人 他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下 不自觉 非常不自觉 所以今天 我一再讲 不要 不要幻想 中国民主化以后 台湾就会安全 没有这回事 坦白讲 中国民主化以后 台湾更危险 没有什么民主国家不打仗的 没有 需要很长时间 在把契约精神 这方面人文关怀 这很多价值观 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 在做 所以不可能是一个三中全会 就给你开个几个药方 就能做好了 我刚才讲这个 等于说契约精神 大家以为认清你是个骗子了 这个骗子在社会上 再想出去 你要比别人更遵守规则很多年 大家才能一点点重新给你 这个建议信心 但是好像中国也没有这种想法吧 现在没有 你现在看不出来 就是应该这么讲 我刚刚讲到这个土匪个性 无产阶级起家 其实 这个中共的问题 从源头到现在 美国人认为 他90年代没有改变 他这个土匪个性 就是基本上没有改变 我们现在往往用台湾自己 淳朴善良的心情去推测他 就是你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父 所以往往落空 他现在讲 他以前 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 一开始 土匪就大声讲 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说 只有中国 现在 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 然后现在发现都不对 为什么 因为只有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 才能够救中国 又救社会主义 归根结底 要回到基本面 所以我们讲经济 要看基本面 讲地缘政治 刚刚讲也要看基本面 回到基本的 深层结构的看问题 而不让只看表面现象 所以表面上 你觉得美国抛弃台湾 出卖台湾 其实不是 因为美国用其他办法 来确保他对台湾的控制 美国不会把台湾让出去 因为这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 一样 在经济上 你要看基本面 什么基本面 我说最根本的就是看就业机会 看看谁来帮你创造就业机会 然后就业机会的话 包括吸收外来投资 包括辅助国内自己的民营企业 这些都基本面 可是你看共产党能做到吗 做不到 到最后做不到 我稍微插一句 最近我跟一些跟中国做生意的人 他们说中国特别好的人 他们说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现在的电动车生产 就是包括小米的 基本都是无人工厂 生产的很快 那您刚才讲的就业机会 它那个都是自动化的话 那解决不了就业机会 那也许小米 如果中国电动车真卖的好 小米的老板可能赚到钱 那中国还是付不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是来自于技术创新的一个本质问题 技术创新都是把现有的产业 改良甚至于改变以后 削减人力的需求 那就就业机会会更减少 对 技术创新的前半场 是削减就业机会 因为用机器取代人力 叫做machine for manpower 用机器把人力换到 现在叫机器还加上软件 然后下半场 因为新的技术找到新的应用 在其他地方创造了新的劳力需求 就业机会 结果到最后 对劳力的总需求 反而超过前面 对劳力的削减 所以走过前期跟后期 马克思看到的是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 对劳力的伤害 所以他搞一个工人无祖国什么的 然后英国小说家迪耿斯 写快乐余生入双成记的 也是看到社会底层 在技术创新那个年代 工业革命那个年代的伤害 他们没有看到19世纪后半期 劳力需求上升 工资上升 劳工也享受技术创新的好处 他没看到那一段 虽然一样 任何技术创新 一开头都是把现有的就业机会砍掉 可是这些新的技术 新的应用 会创造很多新的行业 新的就业机会 所以你看 那个马车不见了 汽车来了 然后现在那个 打字机不见了 现在用电脑 用印表机 我刚才想说 如果这个切断 就是中国跟国际 现在切割 它前半场的 工作的机会没有了 后半场创新 它没赶上 因为已经切割 过不来 那可能中国经济就会 被国际社会 一下子沉下去 我们回顾工业革命 以来的历史 就是每一次的 那个工业革命 技术创新 推动的工业革命 都是 每一起都走 二三十年 扫不掉 所以你会发现 汽车工业 这个革命 就1920年代 到最后 纽约股市 泡沫破掉 那是工业革命 70年后是 资讯通讯 产业革命 然后现在是 人工智慧革命 那每一个产业革命的时候 一开头都是 就现有的生产模式改变 然后用机器取代劳力 然后创造很多 包括你讲的 机器人 工业用途的 机器手臂 等等这样 把很多就业机会 砍掉了 可是这样的东西 以后会有其他用途 其他应用开出来 那时候创造很多 新的就业机会 超过你前面砍掉了 整个过程是这样 那这个时间很长 然后上半场 你要忍受 技术创新的痛苦 下半场的时候 享受到 技术创新的好处 工业革命的历史 一波一波 就是这样 中间还会经过一个东西 叫泡沫化 新的技术带来 乐观主义 然后过度投资 最后泡沫化 然后经过大萧条 大衰退 然后最后重新起来的时候 叫做什么 黄金年代 所以195060 二战结束 在20年 是汽车业的黄金年代 可是汽车业就是 191020 那个时候起来的 好 那我觉得就是 中国现在 这是各种政治上的问题 各方面又赶上 这个技术创新的前半场 所以中国的经济 我想不是一个三中全会 就能够解决的 好 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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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